今天在台中 我在台中公司 但有樓上很多那种组织行销公司 但又在业界已经很久十几年了 那天刚好碰到一个老朋友 也是我interlash的会员 但我记得他的脸 但是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因为我忘记是哪一家公司的 已经太久了 结果他那一天就跑来找我 说你这不是是佩佩 我说当然认识啊 对你今天是佩佩的下线 他以前跟我一样住有一家 那个连锁超商 三个爱心的那一家 我就不要讲哪一家公司了 然后突然间跟我讲说 你记不记得 以前有叫何啸天何孤文 现在就在楼上 然后我说 何啸天那个不用找他 他已经被很多人在追杀 准备跑路了 结果我才跟他讲完 隔不到20分钟 我就坐在办公室里面 就突然听了一个很熟悉的声音 坐在我们公司的会场 台中的会场在那边高谈货论 那我一听到声音就知道 这个家伙好像在哪里停过 我就跑出去看 就是谁 就是何啸天爱好人 我就坐在会场里面 讲了一堆东西 就讲完之后 我就坐在他旁边说 哎 何孤文你好 结果你知道 他马上有个反应是什么 哎 好 我等下 事物我要先走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讲的很多东西 我都很清楚 为什么要讲的都不是真的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有很多人是这样子 就是你会发现 有些机会是好机会 有些机会不见得哦 因为他可能只是来告诉你一个 对他来讲是好机会 对你来讲是不是好的机会 不见得啦 这样来解我的意思 但是你要选择 而且机会会不会擦身而过 不会 因为 而且过去了之后 这机会通常不会再回来 所以呢 应该说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你选对了一个机会 你可以少努力很久 我刚刚举一个例子哦 Google应该听过嘛 我们不要看这么多东西啦 我帮他整理 只要看这一段就好 靠Google股票而赚超过 五百万美元的股 大概有多少人 一千人 那你是不是这一千人 我相信不是 因为是的话 现在应该不会在这一遍了 那你想不想成为这一千人 就算你想 大概也没机会了 因为Google已经怎样 已经上市了 那我们再看第二段 阿里巴马 那阿里巴马跟Google不一样 过去我们讲 很多这种高位气财力 但上市之后谁最赚钱 就是这个幕后的老板最赚钱 但是阿里巴马是这样子哦 马云 他的身价 并没有因为阿里巴马上市 突然间增加多少 没有增加太多 有增加没增加太多 那那个钱跑去哪里了 他去帮助了 四千九百名 透过阿里巴马而变成富商的人 这样了解吗 所以马云的想法 跟我们创办人 马云的想法比较像 他的目的是什么 让更多人 透过这家公司 都赚到钱 那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 你会发现 其实还有更多的机会 还有更多的机会 那英特朗许会是一个 已经是现在进行市 他不会是未来市 也不会是过去市 等下过去市 就是来不及了 对不对 现在进行市才来得及 那我们为了确保他能够上市 我们委托一个专业的团队 来协助这个部分 现在我们又有一个更专业的人士 来协助我们整个规划上市的作业 而这个人既然在七月底 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 所以请大家无论如何把握 那个七月底的机会 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我们整个上市作业的规划 那有了这个专业的团队之后 大家觉得英特朗许有没有机会上市 有 我想那个就已经不再是疑问 但是我要问大家 英特朗许会上市几次 一次 应该不会有第二次 第二次就惨了 对不对 就下次再重新再来 那个问题就严重 大概只会上市一次 那也就是说 你掌握这个机会 大概只有这么一次 错过就没有了 等到他上市 你大概就来不及了 那也许你觉得 没关系 我可以选择别家也可以 但是你有多少机会 就能够掌握到IT这个产业 而且重点是 英特朗许它除了是IT产业之外 因为IT是最具有爆发力的一个产业 同时它结合了一个东西叫通路 这是我前所未见 我在这个行业待了15年 前所未见 IT结合通路 我跟你讲 光通路就可以让你有钱了啦 IT可以让你身价倍增啊 那如果IT结合通路 你都不做的话 你告诉我什么东西 比这个更好 如果有的话 请你告诉我 一定要告诉我 为什么 因为我也在找机会 好那这句话 请不要让旁总听到 因为听到这后 可能你今天就没工作了 我说真的 我也在找机会 如果你真的有比赢 他有更好机会 请你告诉我 但是我相信 以我的评估很难 因为要嘛就是 他只有做组织 只有做通路 要嘛就是做IT 没有第二家 目前哦 没有第二家 是把两个结合在一起的 我不敢保证未来 因为很多人会模仿 也许不到两个月 不到三个月 可能会有第二家 类似intelrush 这样的公司会出现 我不保证 一定会没有 但是就算有 对大家会不会有影响 不会因为我们算是 市场的龙头老大 永远大家都记得 第一名是谁 同意吗 你不会记得第二名 不会记得第二名 信不信 信不信 信 信啦 我问你台湾最大最大最大 最大的便利商店是哪一家 Seven 第二名是哪一家 全家 确定是全家吗 确定是全家吗 我跟你讲 还有另外一家叫全链 全年一二是超过全家的 对不对 我如果不告诉你 会认为是全家 对 但事实上不是全年 是全年 为什么 因为全年打的另外一个诉求 但是我要跟他举的例子是 永远你会记得第一名叫谁 Seven Eleven 你不会记得其他的啦 不会记得来来夫那些啦 所以你不用担心 因为你这一家 再掌握不到第二家了 如果你这一家还不来几家 你会错过更多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会发现 台湾的整个经优势是慢慢在减少 对不对 因为我们整个结共 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这连政府都控制不了 更何况是我们个人 那如果这些东西 我们都觉得爱莫能助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提升 国家的经济率 当然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欢迎你出来选总统 那跟我们发表政经 我们绝对支持你 因为你有办法改善整个环境 但是我想这个蛮难的 因为它有时候先天环境的问题 但如果你没办法做 你没办法去改变这些东西 你能够做什么事 如果你没办法选择 你在哪个国家出生 你没办法选择 你在哪一个国家生活下去 你没办法选择 你要在哪一个国家养老 当然有些人选择不在你啦 你在哪个国家出生 选择在谁 选择在谁 选择在你爸妈 可能也不一定是你爸妈 是你爸妈的爸妈 就决定了 所以有些东西不见得是 你有办法去选择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 你绝对有办法去选择的 你可以选择一家很大的公司 可以选择一家很有成长 潜力的公司 而且重点是它是国际企业 你可以选择透过这个企业 从个人走上一个国际舞台 你可以选择透过这一家公司 彻底解决你钱的问题 为什么一套学校 彻底解决你钱的问题 如果我们给你短期收入 给你中期收入 给你长期收入 完全面面俱到 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 我这样的公司 帮你规划得这么仔细 要嘛就是有的是 有短没有长 有的是有长没有短 但你自己想办法 那一套学全部帮你规划好 你只要照着公司的脚步走 你不管短期赚到钱的 先落袋为安 长期你不用担心 累积下去 你以后生活无忧无虑 这是一套学要给大家的一个承诺 所以公司已经准备好了 一套学家公司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是你自己准备好了没 你愿不愿拿出一些行动 那这么好的公司 坦白说它并不缺钱 那也不需要大家花很多钱 我们今天也不是投资说明会 也不是来邀大家好 每个月投资多少钱都不是 我们只是邀请大家 如果你觉得他有这个事业不错 你可以一起来经营 那当然在经营的过程里面 你要不要先使用我们公司的产品 你要不要先试试看 比如说比特电话 比如说我们的线上工具 这一下要不要 不然说我们接下来的什么医疗关法和赛 学不需要你要不要试着去了解看看 你要不要去使用这一些东西 因为你不使用这些东西 你很难去跟人家分享 最后这家会变成什么 老鼠会 那如果是老鼠会 大家全部都是老鼠哦 为什么 因为一群老鼠在开会叫老鼠会 所以我们不是啦 你要先去使用这一些东西 你才知道这家公司的价值在哪里 你会发现光每个月3600的这一些工具 就足以让你赚超过3600块 你认真用的话 绝对超过 那其实公司并不缺点 并不需要每个月你就要花这么多钱 关键是我们只是希望 透过这样的工具 让你取得成为一个老板的机会 同时呢 请你仔细思考一下 如果你每个月的这一些月费 你都不要从你口袋拿出来 你还会想错过吗 如果每个月 不管是3600或是10800 都不要从你口袋拿出来 你还会想错过吗 应该不会吧 对不对 这么好的金额就不会 所以关键是有没有机会 透过短期收入 让你每个月的这一个费用 都不要从你口袋拿出来 自己怎么做到 也欢迎你等一下会后来问我 或是问找你来的人 他即将成为你的贵人 因为他会载变你下半辈子的生活 好 那很简单 公司准备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